赵孟甫书法的三个基础技巧 第一,尖锋入制 把赵子昂的字单独放大心上 首先我们来看他的奇笔 赵子昂的奇笔和王羲之有着相似之处 就是尖锋入制 尖锋入制的好处就是利用细细的笔锋 引入下一笔独特的笔式 在笔与纸接触的一瞬间 迅速转换笔锋 便于掌握第一笔的笔画走向 这不仅在奇笔的时候用到了尖锋 除去第一笔之外的笔画 赵子昂也用到尖锋 形成了笔画与笔画之间的引带关系 也表现出赵子昂高超的运笔水平 第二,笔圆含方笔入清晰 赵子昂在节字上有着不一样的特点 整体上看他的字笔圆价方 齐笔运笔和收笔 笔笔交代清楚不含糊 每个字都给人带来方整严谨的感觉 内部笔画呼应紧密 外形看似俊秀 实则有着稳健之美 在横画和树画上布局合理 撇和纳书写得很舒展 看似简单的结合 但是给人一种稳健之美 第三,几股创新 他在靖堂的书法基础上进行了改造 使其书法具有古运 他写书法讲究笔画线条 并不去刻意修饰 流露出自然的艺术气息 这也是被后人一直称赞的特点 他的书法 意在笔先行神结合 在工整中求飘逸之态 用笔并不大起大落 但是变化颇多 整体看上去神采飞扬 他的这种书体也被称为赵体 苏宁记事中说 赵子昂以书法称雄一世 对赵子昂的评价很高 可见他的书法造诣名不虚传 上面解析了赵子昂书法的三个技巧 其实他的笔法还有很多 但是这三点是基础的 对于学习赵体的人来说 很多人也是从这三点 入手学习赵体书法的 不要抵抗 导致表龄格的